今天呢是带大家欣赏精品的啊 这个收藏级别的高货的一个摆件啊 这个是一个大日如来的一个摆件 羊脂级别的一个高货啊 可以看得到料子的话 整体非常的油糯啊 它是白度属于羊脂级别的一个料子 那个光线有点强啊 因为这个不太方便拿出来比较的大 如果说你喜爱翡翠啊 喜爱河天玉都是可以关注了 司工的一个雕刻啊 所以你看它这种弧度线条 都是非常流畅自然的 特别的饱满端庄啊 雕刻人物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面部的一个五官 眼睛嘴巴鼻子啊 它面部表情 它的一个脸庞是非常难雕刻的 这个发丝也是特别的细微 整体细 就是说非常的简单的一座 没有什么太过于复杂的啊 但是它这个就是说 雕工大到质检 通过一些线条 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非常的不错的一件料子 如果说你也是喜爱啊 翡翠喜爱河天玉啊 都是可以关注了 我们公司呢是做翡翠河天玉批发的一个实体公司 这是一个捷豹的一个摆件 特别的油润细腻啊 那这个外面的话 百间都是要十几万的 像这个捷豹 像我们这里的话 很多料子价格就只有市场价格的这个三分之一了 因为是做批发的 喜欢的都可以就是说捷个瓶啊 我们一起的话交流探讨 这看这个校服 像这些料子的话 都是从苏州工厂工作室啊 断档抵押过来的 所以说雕工的话可以看得到都是非常不错的 枣红皮啊 红芋当头 新疆紫料的话 它料子最大的特性 就是说非常的一个油糯 油性是所有产地里面最好的 这两件的话稍微是闪点轻啊 这个阳气是含量偏多啊 很闪轻 但是它会非常的油糯 这个性价比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所以如果说你是想收藏一些 这个收藏级别的高货 投资升值 那或者是说呢 你是想有一些摆放 一些料子摆放在家里面 或者是说自己平常佩戴把玩 一般就是说入门佩戴级别的 收藏级别的几万几十万 几百万 或者说呢 是一些几千几百的一些小件啊 都是非常的多 各种不同的题材类型的把件挂件 今天主要是看一些摆件啊 非常的多啊 由于时间原因不方便是带大家看太多了 还有更多的一些精品 都可以一起探讨交流 都是保证的品质 批发的价值 支持全国附减七天五地油推翻货 终身换货 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